早安,你到11月16日星期四 欢迎收睇今日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 红阿姨 今早还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 筹律师王要中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Andy 早安,大家好 见到美债新日子跌回升 但美股方面有些零售股炒上 带动着美股星期三继续做好 导致一度升超过200点 而腾讯京东公布了一份业绩 似乎都比市场预期好 恒指一期升171点 稍后Andy 会和我们分析一下 究竟年底前美股港股的走向 以至一些焦点的业绩股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内围的表现 美国公布10月份的PPI 显示整体通胀降温 美股星期三延续着上日的升势 折扣零售商target的业绩理想 五股的急升 带动其他零售股都做好 道指高开之后一度升到223点 曾经重返3万5千关 而标指突破4500关 市场亦主示着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议 道指收市升幅收拾了些 升163点 报34,991点 连升第四个交易日 标指升7点 报4502点 纳指升9点 报14,103点 而美国10年期的债息回升 重新升穿4.5厘 密市场预期 美国经济可以圆着陆 看个别的焦点美股 NVIDIA回套超过1% 结束了连续10天的升势 Tesla就升超过2% 英特尔升3% 亚马逊就先升后跌 收市跌了1.8% Meta跌大约1% 看招点的中概股 马经冬季只有股价 比港股收市升超过5% 腾讯亦都比本港收市升超过3% 今天公布业势的压利 比港股升大约2% 跟Andy谈谈外围最新的消息 美国昨晚公布了一些数据 例如零售 就跌了 但也比市场预期更好 PBI升幅放慢了 不好意思 有点气喘 PBI10月份的按年升幅放慢了 去到1.3% 就是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也看到美国通胀压力舒缓了 你怎么看 现在市场在估计 美国明年是否有机会减息呢 这个预期是否合理呢 是的 其实过去两个星期市场 就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利好的信号 对于投资气氛 慢慢续发说到这个 减息 是否应该 大家如果记得 两个星期前 大家会看到 由联储局开始发出一些讯号 给大家觉得 加息会完结的了 但是因为大家最着重的那个就是 联储局和财政部都有提到一些关于流动性的时候 再加上 其实那个礼拜 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 其实无论由日本 中国 美国这边 好像加上南韩 一起做大合奏 主要是告诉你 我们要关注金融市场 对了 就令到股市 楼市 令到大家 感觉到 好像 不应该再看得那么淡 随后 从上个星期尾开始 其实市场 尤其是隔了这个 星期 都会开始 说 就是说 看来 标普500 美股 曾经10月份 10月中后 跌破了一个 过去一年的上升轨 但是 之后 就抽回上来 因为刚才那些利好消息 而市场上 也开始 就算是大行 大行 都会用技术分析 大行在技术分析上的报告 都开始说 看来要承认 10月底的下跌 就是无论很多股票跌了下去 或者大市跌穿了 那是一个假突破 所以其实 由上个星期尾开始 大家认同这个假突破之后 就开始很多钱 就跟着基本面 买上去 大家如果记得 我过去那 几个星期 不断跟大家说 其实基本面是不差的 然后 然后 再隔着 谁知道 连隔夜 即隔个星期 周末 的时候 上个星期五 收市之后 目的 就算 调低了 美国的展望 负面 但是你见到 星期一回来 其实美股 是低一低开 就继续 拉上去 虽然 拉了一个 十字星 就是当日 但是如果 有细心留意 我们就会见到原来由上个星期五 去到这个星期一的时候 其实美股本应已经站到4,400点这个水平 4,400点这个水平就是由9月份 我已经几次跟大家说 如果美股当时要反弹 它站到4,400点 是一个很重要的水平 但是你见到 9月10月都升不到上去 4,400点 就是 无公然还 但是这次 站到之后 就继续迎接 这个星期二三的好消息 就是经济数据 当时不知是好消息 然后你见到 CPI的数据 再加上核心的 通胀数据 当时就是 反映出来 就是 除了不止 低个市场月期 其实最重要是 例如 按月 在这些通胀数据里面 其实我们会见到 比较黏度高的 那些 就是和核心通胀相关的 那些 那些 例如楼房的 通胀数据 都是有个回落 二手车那些都是回落 甚至 其实工资增长上面 都有个 放缓的情况 随着 如果把 早两个礼拜 一些 劳动人口的数据 都很相信 其实这个年最后一个 比较站得硬正的 工资增长上面 未来都会有些放缓的了 因为其实 将来再说 但是 要留意着一件事 市场现在是选择好的方面 去炒作的 就是 就是说 通胀见顶了 不用再加息 利率 利率 不会再太高的话 就不去理 之后是不是 经济失业率上升 衰退 那些 之后再算了 但是 现在在通胀上 美国那边 其实当是赢了 我觉得 就算包括昨天 PPI的数据 都是更加 确立了 这个通胀下滑的 开始没那么大压力 那我们自己会这样看 如果就算有什么经济活动下降 就算会有衰退都是一个轻微的情况 那如果在这个大前提下 再加上现在你中美的关系 好像刚刚刚节目临开始前 我看到Bloomberg都不断开始 继续中美元首见面的时候 这些字眼 相对看来好像都是正面的 那现在呢 其实如果任何一个地方 开始和中国的一个合作 大家都会看到 供应链上面 其实中国帮助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边 这个感觉就是 经济下滑 通缩的感觉 但是呢 现在输出通缩 就对于各国 环球各国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人家通胀很高 所以这个位置 市场是开心的 那我 简单的 为什么这个市场 最近这两个星期 会是有这样的升幅 再加上 通胀是否下降 但是 补充一点 就是 不应该这么快 炒减息 我知道市场 现在开始炒 五月减息 但是我觉得 不要这么快 想太多了 有机会的 但是要 根据 经济的下滑速度 有多快 以及 中美的关系 或者全球和中国的关系 到底 会突然使得 输出通缩 帮到大家 多少呢 又要平衡 买到时 原来中国 大家现在太悲观 原来 夏年不是那么差 可能 其实夏年 全球的经济 又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所以我觉得 不要这么快去想 因为经济 而要去想 减息 这一样东西 是的 我当着 你当着 现在利率见顶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主题 已经很足够 因为其实 标普500 这次出了 就来出了业绩 其实看到 业绩的盈利增长 不单止是 跑赢市场 预期 其实是真是 做到一个 正增长 现在还有 2点多的 盈利增长 不能看 2点多的 这个数字 因为其实 过去三个季度 美股出的业绩 就是标普500 是负增长的 即是倒退的 现在是真是 一个 见底回升的格局 所以 几样东西 合在一起 我觉得 美股 即是标普500 它不跌穿 4400 以下 我觉得 就不需要 太担心 反过来 可能大家 是要有一种 心急 的感觉 就是 是不是 要开始 想想 真是 如何吸納 因为 参考过去美股很多次 其实不知道美股的 其实我甚至现在觉得 中港市场 都不是差的 但是 主力 当然信心 大一点的 就会是美股那边 现在这一刻看下去 那么 参考过去 前那两次 如果美股 整体来说 不是只看着 那七雄 你应该会看到 其实美股 是调整了两三年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 参考过去的盈利增长 是由一个 放缓 变成倒退 再建底 然后回升 其实 参考过去美股 是有机会 才是增长 重新 行一个 升浪出来 就是 摆脱过去这两年左右的 的横行 甚至如果有些人 如果看着中小股 或者高增长股 就会是一个 超级大 华梯 但是 整体来说 我觉得 大家都 用一个 逢低吸纳的 态度 去处理会好 听你这么说 是不是 现在如果部署美股 我们在看着一个 不只是一个 短线的 升势 是不是真的可以 有个心理准备 吸纳完 其实可以 来一个 迎接 比较久一点 的 比较大一点的升浪 我觉得是的 是的 最主要 因为其实 有几样东西 如果你说 继盈利增长 以及要平衡 在未来一个 经济的 隐忧上面 我都是会 维持着 就是说 尽量 不要碰太多一些 如果你用中线持有的角度 就不要碰太多 那些 经济敏感度 周期症相关 高的 的板块 是的 你看到这次 能源 我都是会 继续 摆开一点 是的 但是你会见到 在这次 增长上面 其实都是 见到一些 跟AI相关 交道数 那些公司 其实一定会 好一点 尤其是 前瞻性指引 都要 不可以太差 那些 有一个 叫做跨周期的 业务 的公司 始终都是 看高一线 那 但是 就着 今次 因为今次上来 现在多了一个元素 就是 利率 张海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